这期继续讲奇遇第71篇,有良很难过,他并不希望两位老人在这里死去,但是他又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要怪只怪自己的实力太弱了,连元丹七都没有达到,所以才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 不行,我不能这样做,不然我这一生都会在悔恨中度过。 有良短暂了考虑过后,还是给出了这个回答,他不能让两位老人为自己的错误买单,这样他会愧疚一辈子的。 秦老和公书明却不这样想,因为柳良的发展潜力更大,而且就算他们两个死了之后,柳良也会为他们负责后续事情的。 有良,听我们的就好,这种事情都会经历的。 秦老劝慰道,公书明也是点了点头,他真是越来越喜欢柳良这小子了,只是以后却看不着了。 没想到柳良一屁股坐到了地上,他也没有去反驳两位长辈的声音,只是自顾自地说着。 哎呀,也打了那么久了,真是累死我了。 风天玄见状,也想跑过来跟柳良一起坐,但是被秦老一个眼神给制止了。 现在柳良不听话,就算了,你一个风家次子还来搞这种,这不是捣乱吗? 他们几人的商量时间也不是很长,所以,孤狼还是给了足够的耐心去等待,尤其是刚刚干。 闻,崔三兄弟出现的时候,孤狼脸上是有点兴趣的,因为他从来没有和这种组合战斗过,所以想尝试一下。 你们说完了吧,想跑的话,现在就跑吧,柳良留下。 孤狼的目标也只有柳良,其余的三人他并不是很有兴趣,而且两位元丹妻带着一个普通人想走,他想要阻拦的话,也不是很容易。 陈梅还在一旁看着,他今天那么丢脸,可不能让外人也知道了去,所以等会他们想走的话,自己一定第一时间上去阻拦。 哼,我看你们都别走了,一起死吧。 你个臭婆娘嘴巴是真的毒,你老公该不会是有尿毒症吧? 风天璇毫不客气地在外围嘲讽道,就连柳良听了这话,也为风天璇的毒蛇感到佩服,这家伙还真是大胆呀,这么嘲讽一个元丹妻的。 果不其然,陈梅在听了这话之后,立刻就朝风天璇冲过去了,柳良他动不了,那么动一个同样的小破孩,那总该没问题了吧。 就在陈梅动起来的时候,秦老也动了,他可不会允许这么一个妇女伤到风天璇。 虽然他和龚书明才刚进入元丹妻没多久,但是他们本来底气就很好,并且修炼了这么多年,再加上这个妇女现在身上有伤,他一个人就可以应付。 孤狼看到几人的态度那么不明确,于是自己也不打算浪费时间,而且周围还有不少人在等着他过去帮忙, 因为那个三兄弟的组合,实力很强。柳良看出了孤狼的想法,当即都想要投降,乖乖被抓走了。 但龚书明却是直接站了出来,率先朝孤狼发难。 在这种情况下,龚书明没有保留自己的实力,直接就暴弃到极致,然后接近孤狼。 孤狼对于战斗从来不会害怕,因为他相信自身实力的强大,于是他抬起爪子,开始了回击。 柳良虽然自己不怎么能动了,但是他眼睛还是能看清的, 孤狼只用了三招便将龚书明被打退了,后者顿时落入下风。 接下来的几秒钟内,龚书明处处收到限制, 孤狼无论是在力量还是速度上,都有着高度的碾压。 柳良为此也是紧绷着自己的心,他不停地在吸收口袋里紫洁零食的真气,然后试图驱动飞横,想要上去帮帮忙。 可飞横刚刚消耗的能量太多,而且,孤狼还是这种状态下,恐怕出手之后,回不回得来都难说。 柳良还注意到了身后秦老和陈梅的战斗,虽然陈梅在柳良的手下受到了伤害,但是这个伤害并没有绝对性的因素, 秦老一时半会也无法将他击倒。 现在场面真的是落入下风了,没想到加入了两位元丹妻的强者,柳良还是面临这种境地。 突然间,孤狼快速出手,想要一击掏穿龚书明的心口。 好在龚书明反应了过来,及时用手掌护住了心口,才没有被一击毙命。 但是孤狼却接着给了龚书明一脚,踢在了对方的腹部。 龚书明连连后退了数十米,身形这才停了下来,可此时的他已经口吐鲜血了,看来是受了不清的伤。 秦老看到龚书明这边的情况,不免得有些着急,他想要过去帮一下忙,不要这个老对头死那么快。 陈梅抓住秦老分心的时刻,毅然选择了动手,一掌便向秦老的脖子削去。 秦老战斗经验十足,当然不会让这一招得逞,可是陈梅的这一掌也把他的胸口给划破了一些。 这其中的挑衅意味比伤害更大。 柳良真的是着急死了,就目前这个情况看来,不出两分钟的时间,场上必定会出现死亡。 就在姑郎想要再度朝公书明动手的时候,柳良再也忍不住了,直接就朝着天空大喊了起来。 林苏安,快来啊,我要被人打死了。 柳良的声音喊得很大声,仿佛是溺死之人最后的呼唤,山林之间回声不绝。 等到回声散去,却没有一个人应答,很是空气。 姑郎等待柳良喊完,脚步一动,便想要直接杀掉这个老人。 就在姑郎的身影距离公书明还有不到十米的时候,姑郎感知到了一股危险。 砰,姑郎的后背被突然出现的人砸了一拳,硬生生将姑郎砸向了地面。 姑郎也是反应极快,身体在撞击地面时候立刻反弹起来,然后想旁边退去。 果不其然,那个偷袭者在一拳击出之后,就拿到了柳良扔过来的忍冬,想要一剑刺下去。 哼,还是个老油条嘛,看来没少杀我们的人。 林苏安随意地翻转着手腕,耍了一个帅气的剑话。 柳良听着这个家伙的话语,心里的石头总算是落下了。 他现在终于可以。 不用去考虑了,因为林苏安真的来了。 真是的,来这么慢,吃时都吃不上一口热乎的。 林苏安听着柳良的埋怨,只是回头对他比了一个夜。 林苏安也是赶路赶得匆忙,天知道他这半天的时间里到底赶了多少路。 他那边的任务昨晚才搞定的,然后都来不及很好的收尾,便把烂摊子扔给自己的队员了。 之后的他就是一路搭车,乘机,转机,在两个小时前才回到了滨海市的机场。 之后,他也是查了一下这座山的位置,便抢了一台低市,快速地开过这边了。 但是那台低市可能价格有点便宜,又或者是开的时间比较久。 所以,在离这里还有三分之一路程的时候,竟然拉缸不跑了。 他也没得办法,只能是飞一下,跑一下赶过来。 刚刚在山脚的时候,他就感知到山顶上传来的强大气息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又被拿枪的,修炼地盯上了他,他又花多了一点时间去应付。 真是一波三折呀。 小屁孩,有事情才叫我,也不见你推几个漂亮妹妹的联系方式给我,真是的。 林素安抹了一下自己的发型,鄙视地看着柳梁说道。 就你这样子的,漂亮妹妹可看不上你,要不选个漂亮弟弟,柳梁毫不客气地还记道。 同时也用透视眼观察到了林素安的气息有点紊乱,看来他来的这一路也不简单。 陈梅那边看到有个新的高手来了,而且修为还在他之上,于是便乖乖停手,退到后面去了。 他心中还想着这柳梁是个什么怪物啊,就这么一场战斗,弄来了包括他在内的六个元丹七,难道元丹七已经遍地都是了吗? 陈梅这么一退之后,秦老便空闲了出来,然后单手提起自己的亲徒弟,回到了柳梁众人身边。 封天玄还处于有点猛的状态,因为那个妇女,她倒是没想到会那么果决地想来干掉自己。 幸好有师父出手,但是她在看到林素安到了之后,也是轻松了不少。 因为以前有听到过柳梁对她的介绍,而且也看过一些她的出手。 所以,封天玄知道林素安的修为很不一般,甚至要在自己的师父之上。 现在看来,也的确是这样的,因为她都耐把那个叫孤狼的家伙给打了。 我们现在是不是稳赢了呀,我们人数上都碾压对方了。 封天玄朝着柳梁问道。 柳梁倒是不好判断,于是她把目光给到了林素安,算是询问。 林素安揉了一下自己的下巴,上面续着好多天都没有修瓜的胡须。 这个的确不好说啊,对面这家伙应该叫孤狼吧,我看过她的资料,是个狠人。 要是一对一的话,我感觉还挺玄的。 柳梁看了一下秦老和公淑明的反应,他们也是摆出认同的神色。 毕竟他们两位元丹妻加起来,也不是孤狼的对手。 等一下我们两个稍微拖住她,你直接动手就好。 公淑明下了自己的决策,打算把这个叫孤狼的家伙彻底在这里抹杀。 林素安考虑了一下,其实现在她的状态并不是那么的好。 而且最要紧的是,对方不只是孤狼一个人,还有那个元丹妻的娘们。 柳梁也发现了这个点,陈梅还是挺难处理的。 但是一开始看到她的表现,明明她也是很厌恶魔族的孤狼,只是现在可能面临着生死考验,所以不得已吧。 那个娘们,我觉得你跟孤狼在一起战斗,有损你的身份呀,要不我们让你先走。 柳梁还是决定试探性地先问一下,最好离间一下他们。 陈梅也不傻,虽然她的确不喜欢那个叫孤狼的家伙,但是现在只有跟她一起战斗才是迎面最大的做法。 不然等会自己要是先行离开。 那三个家伙不顾一切地来杀自己,那么按照孤狼的性格,她是肯定不会来救自己的。 不要说了,反正你们现在也是半调子水平,也就比我们多一个人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 风天璇听到这话,立马翻了个白眼,无奈地说道, 大婶,我们这边哪里是多一个人啊,明明是多两个人好吗? 就我的实力,难道你不懂? 陈梅真的很想干掉这个嘴毒的家伙,而且她还隐隐觉得,柳梁的嘴巴会那么刺人,就是跟这个家伙学的。 你应该叫我姐姐才对哦,还有你在我眼中也不算一个人,有梁还勉强算一些,你还是多跟她学学吧,废物。 哪知风天璇听着陈梅的嘲讽,却是一点都不生气,甚至还咧嘴笑着,哎,急了,急了。 你说,这些我心里都懂,但是你这么狗叫,也没什么意义了。 陈梅没有继续开口,而是站位靠近了孤狼一些,打算随时应对他们的出手。 柳梁也是在风天璇和陈梅的骂战中思考了一下,然后给出了自己的想法。 秦老,要不您还是去拖一下那个娘们,剩下的孤狼就交给我,公书明和林素安来解决。 秦老对于让他去对付陈梅这个说法倒是没什么意见,只是现在柳梁的情况,可不乐观呀。 我去的话没什么问题,就是你的状态,真的可以吗? 林素安也是清楚,要论死称,柳梁绝对是他见过的人里面数一数二的那个,对呀,柳梁你别上了,安心看戏就好。 林素安说着,一把将柳梁放倒,让他坐在了地面上,看来是不打算给他反驳的机会。 柳梁有点着急,他可不想在这里干看着,我还没说话呢,而且我身上也有秘密武器,等下一击干掉孤狼都行。 林素安没有理会他,而是看了一眼身旁的龚书鸣,对方点了一下头。 行动就此开始,林素安三人很有默契地一起动了起来,秦老去负责对方受伤的陈梅,而林素安和龚书鸣则是去面对强大无比的孤狼。 山下的战斗还在继续着,由直升机带来的魔族人员正在对付那三个莫名的家伙,他们想着快点解决完这三人,然后去山顶抓拿柳梁,以此来立功。 此刻封天玄蹲在了柳梁身边,看着他翻找着自己的背包,也不知道他要干嘛。 柳梁,没事的,要相信他们。 柳梁听后摇了摇头,略带凄惨地笑了笑说道, 不行的,孤狼的强大我知道,我一定要上去帮忙。 封天玄一直以来都很清楚柳梁是个什么的人,而且刚刚他也看到柳梁有过几次想要吐血,但是都被柳梁悄悄地咽了回去。 那份苦楚,他没有尝试过,也不知道柳梁现在到底有多痛,而且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坐在自己身边。 封天玄突然感觉很惭愧,他的实力真的太弱了,要是能再强一点的话,就能帮上柳梁的忙了。 不,柳梁弹了一下封天玄的脑门,将后者给弹醒。 想什么呢,表情那么严肃,快点给小爷笑一个。 封天玄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有点难过。 停停停,还是别笑了,我看着都难受。 柳梁赶忙摆了白手说道,封天玄想要说点什么,但是没等说出口,柳梁就说话了,其实你也不用过于自责。 毕竟修炼这件事情急不来,需要很多方面的加持,就比如我看着很风光的样子,但是也承受了不少的苦楚。 这种苦楚,我作为你的朋友,并不希望你去承受,而是愿意你扶风顺水地,一步步成长起来。 封天玄有点不知道要说什么,他没想到柳梁依然知道他此刻心里在想着什么。 柳梁,可是我真的很想出力啊,不然每次遇到这种事情,我都只能干看着,好难受。 柳梁咧嘴一笑,把命丢了就不难受了,封天玄愣住了,也,也难受。 哈哈哈哈,没事的啦,只要是舒服地成长,那就一切没问题,但是你一定要注意的是,千万千万不要误入歧途,这个是最基本,真的。 柳梁很少这么认真的说出这些话,只是这些话他不说不行,因为要是封天玄真的进入魔族,那麻烦可就大了。 封天玄也看出了柳梁神情的认真,于是他重重地点了一下头,嗯,我知道。 柳梁看着封天玄,表面虽然打开了心结,但是眼底深处其实并没有,心里还是比较担忧的。 可此时,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厂上的几人开始了生与死的较量。 秦老和陈梅那边的情况还好一些,战斗得并不算特别地激烈。 陈梅仗着自己进入元丹期的时间比较久,真气也浑厚不少,所以便靠着这个优势去应付这个老头的出手。 而秦老虽说刚进入元丹期没有多久,可是他却修炼多年,学过不少的武技,运用得也很是熟练,足以对付一个受伤的元丹期妇女。 突然,秦老假意地出了一技直拳,将自己胸口的位置给暴露了出来。 陈梅迅速地看到了这个破绽,内心犹豫了半秒钟,还是打算去搏一下,看看这老头到底有几分金量。 于是陈梅动手了,他的右手做成了一个肩,顶着被秦老捶一拳的可能直直出击,将要掏穿秦老的心口。 秦老眼神平静,仿佛早就料想到了这一幕,于是他侧了一下身子,用左臂对准了这只有点粗糙的手,而后继续出拳。 到了这里,秦老想得已经不是全身而退了,他要用自己的一只手臂来换取一位元丹期的陨落。 陈梅感受着老头拳头的力量,他一点都不怀疑这一拳要是打在他的心脏上,那么自己就要没了。 于是陈梅放弃了进攻,转而化为一掌,拍开了想要近身的秦老。 双方的一次交手就此停下,谁都没有占到特别大的便宜。 老头,还有几分水平吗?要不考虑一下当个抬轿人,供应妹妹出嫁。 秦老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就凭你还想要老夫抬轿,我看帮你送葬还差不多。 牙尖嘴利,沉眉沉沉地说了一句,然后再次朝秦老冲过来。 而林素安那边的情况也是有点不妙,他第一次和公书明配合,也不懂对。 方的优势在那里,所以只能先磨合着。 可是孤狼并不打算拖下去,一下子就用出了雷霆手段,将林素安二人低得一退再退。 林素安眼见没什么办法了,于是一下子就将柳梁身边的人东照到了自己的手里。 刚刚他一直没有去用,那是想着等会将这个作为一个杀招,把孤狼直接斩杀。 可现在好像不拿忍东的话,再撑下去都有点麻烦。 公书明也是如此,他才进入元丹期不到一个星期,本来对元丹期的真气就不够熟悉。 现在面对这么一个强大的对手,他的心里面其实是有点惧怕的。 呵,吃爷爷一剑。 林素安拿到忍东之后,脚步一踏便朝着孤狼飞过去,剑剑直指。 柳梁在外面看着真切,忍东的真实作用在真正的元丹期强者手里绽放出了金色的光彩。 剑剑被极快的速度给烫得微红,杀伤力也是达到了最大。 孤狼也感应到了这把剑的危险,所以他选择了暂避锋芒,并没有去应接这把剑, 而是用一次一次的暴气去化解常见的威力。 林素安被这么一顿暴气也有点难受,他也是刚进入元丹期中进没多久, 战斗力跟真正的中进还是有距离的。 可现在忍东都突进了,他也不想着后退,无论如何他都要让孤狼受点伤。 就在孤狼专心应付林素安的时候,公书明动起来了。 只见公书明用尽全部力气靠近孤狼,然后一掌直出,想要拍掉孤狼的脑袋。 孤狼知道公书明的意图,所以只能是不停地往后退去。 可公书明毕竟是向前的,所以他的速度会比孤狼要快, 但是这样也把自己身上的破绽露了出来。 林素安还在维持着忍东前进,他要刺死那个家伙。 突然间,孤狼放弃了暴气,专业全速朝着公书明迎过来。 公书明瞳孔瞬间睁大,但是在这里,已经容不得太犹豫了。 这一掌必出,砰。 公书明一掌拍在了孤狼的脑门上,而孤狼的爪子却是穿透了公书明的胸。 林素安有点红眼,于是忍东健身的真气再次涨起,达到了最大。 孤狼毅然转身直面林素安,任由忍东穿过了自己的左边的心口位置。 林素安突感不妙,因为他没有感知到忍东有穿过心脏,而只是穿过了一层肉体。 孤狼咧嘴一笑,极为残忍。 林素安连忙把剑往后退去,顺便捞了一把情况不妙的公书明。 现在的公书明的胸口看起来特别的惨,被这么穿透了一个大洞,放在谁身上都不好受。 公书明口中吐出一口鲜血,眼前有了一点模糊感,疼痛反而感觉不到了。 秦老看到自己的老友受了伤,心中也是十分着急,想要快点结束和陈梅的战斗。 可陈梅哪里会不懂秦老的意图,所以他躲避起来更加欢快了,而且还拖住了他的脚步,在他想要回去的时候就出手攻击。 秦老被骚扰得很烦,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在真正的战斗中,最忌讳的就是急躁行事了。 不得已,他只要强忍着心中的不快,持续向陈梅出拳,打算找到他的破绽。 柳梁这边,他在看到孤狼被忍冬穿透之后,也是用透视眼扫多了一下,然后发现孤狼的心脏竟然藏在右边,也就是说忍冬这一次并没有刺中心脏。 他奶奶的,这种特殊体质都被我们遇到了。 林素安一边提着公书明往后退去,一边骂骂咧咧地说道, 但是骂归骂,刚刚那么好的机会都没了,接下来的战斗只会是更加麻烦,这让他很难受。 柳梁,没有其他的增援了吗? 没有了,有也是孤单期,来了没用。 听着林素安的询问,柳梁身体僵硬地回答道, 林素安回到了他们身边,然后将公书明放到了地上。 柳梁和风天玄联盟接过,把公书明放平。 刚刚我已经叫了救援直升机,来得速度还行,只是面前那个家伙,风天玄也很着急。 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强大的敌人,强大到让人不知道怎么办得好。 柳梁站起身来,和林素安一起并排站着。 刚刚他在背包里面找了一下,拿出了那颗可以展示提升修为的丹药,然后服用了进去。 现在他的修为算是半个元单期,但是这个在孤狼面前还是不怎么够看。 我有很厉害的一招,和你配合一下。 柳梁凑近林素安的耳边说道。 林素安知道柳梁在这个时候肯定不会说些废话,于是凑到了柳梁身边。 听完之后,林素安虽然震撼,但是表情还能够克制。 因为现在不是讲这种事的时候,他要想着怎么配合柳梁,然后把那个家伙给干掉。 休息够了吗?继续吧。 孤狼舔了一下爪子上的鲜血,挑衅地说道。 林素安和柳梁对视了一下,然后一起朝着孤狼冲过去。 孤狼也没有什么动作,就站在原地等待着,虽然他被刺了凶狠的一件,但只要是不致命,那就没事。 风天璇看着冲上去的柳梁和林素安,心里大感不安,只可惜他的家产再多。 那个狼性家伙也不买他的账,真的是有钱都没办法啊。 真是奇才啊,原来有钱在这个世界,还真不是万能的。 风天璇说话间,低头看了一眼重伤已经陷入昏迷的龚淑明。 刚刚柳梁给他喂过一颗药丸了,然后龚淑明身上的那个大动奇迹般地开始了止血。 只是这样子下去的话,龚淑明的情况依旧不妙。 现在风天璇也不敢让太多的人过来,只要孤狼没有真正解决,那么来一千个普通人都没有用,除非是军队。 柳梁和林素安依旧在冲刺,他们不停地交换着眼神,试图完全理解对方的意思。 可是柳梁毕竟是残破之躯,他现在身上的骨头都很不妙,能够跑得动已经算是很好的情况了,就算是孤狼站着给他打,他也未必能够打死对方。 上了,林素安一声之下,掀了柳梁半个身位,手持忍东做出了苍云剑法的第一事,供。 柳梁跟在他的后面,双手紧握,打算有机会的话,往孤狼脸上来一拳。 孤狼胸口的鲜血流出,是那抽人的淡绿色,只是他本人一点都不在意,只是眼神凌厉地盯着林素安和后面的柳梁。 林素安一箭挥出,想要砍断孤狼的一只手臂。 但孤狼稍稍一扭,便躲过了这次挥机,仿佛根本没用力气一扮。 可林素安的招式并没有那么直接,他的剑身一转,便朝着孤狼的脖子挥去。 这一击蕴含的能量之大,让孤狼都有点心计。 只是这种攻击依旧是太过于直接了一些,孤狼害怕这一击,那就不被挥中就好了。 面对孤狼的再次躲避,林素安脸上并没有露出意外的神情。 虽然现在的孤狼身上被开了个洞,但是力量和速度都在他之上,攻击无效是正常的。 孤狼躲过两次攻击之后,发现柳梁已经来到了自己面前,并且拳头已经出击了。 就凭你,孤狼快速地反问了一句,然后用头直接顶上去。 柳梁的拳头垂在孤狼的头上,竟然被震了回来,甚至退回去之后的柳梁搭拉着右手,没有了动作。 林素安回身拉开距离,顺道将柳梁也带了一把。 怎么样了? 林素安看了一眼柳梁的手臂问道。 好像断了,现在抬不起来。 柳梁平静地说道,他并没有喊痛,也没有流泪,就这么简简单单的。 林素安听到这话也只是N了一声,然后再度面对孤狼,不露出破绽。 离得远些的风天璇听到二人的谈话,整颗心都颤抖起来了。 要知道,这可是手臂被硬生生震断呀,那个疼痛到底有多可怕,为什么柳梁甚至不喊出来? 风天璇双拳紧握,愤怒到指甲插进自己的手心肉里也浑然不觉。 他现在只想有人能把孤狼干掉,他就算付出全部身家也不在意。 林素安脚步微动,看起来是要再次向前了。 那就准备开始,我的命交给你了。 林素安咧嘴一笑,坦然向前。 柳梁没有回应,事实上他现在并不敢开口,因为开口说话,嘴里的鲜血就要喷出来了。 刚刚孤狼的那几头锤并不只是简单地震断了柳梁的手臂,甚至也把他的真气穿透进了柳梁的身体,把他的内脏搞得一团乱。 他现在真的不想再继续战斗了,他好累好累了。 柳梁稍稍眯上了双眼,好像睡着了一半。 林素安并不知道身后的柳梁发生了什么,他只知道要按照计划来进行,他也很相信柳梁。 柳梁倒是有留意到后面的柳梁,好像睡着了,只是他是站着睡的,看起来有点奇怪。 但是柳梁自己也不是很在意这个,只要柳梁暂时不要死,被他带回去完成任务就好了,其他的他才懒得想。 面对林素安一次又一次的忍动挥机,姑郎一直保持着很好的耐心。 陈卓面对这把威力巨大的长剑,他一直在等着对方露出破绽。 但是等待的时候,姑郎又看了一眼后方没有动弹的柳梁,心生疑惑。 这会不会是一个阴谋? 远处的风天璇显然也观察到了柳梁情况的不对劲,他甚至以为柳梁是不是已经死去了,所以才一动不动的。 只是这个想法,他不知道如何去证实,只能是冲着那边大喊。 柳梁,柳梁,你没事吧? 你可别死啊,我不能没有了你。 求求你了,别死。 风天璇一边叫喊着,一边想往那边赶去,柳梁就算死,他也要去陪在他身边。 躺在地上的公书名没有反应,所以拦不住风天璇,而在一旁战斗的勤劳虽然清醒着,但是面对陈梅的骚扰,他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只能是喊一下。 回来,你不要命了吗?柳梁没有死,我还能感受到他的气息。 风天璇听着这话,停下了步伐,他不知道师父这是不是在哄骗自己,但是他很了解的是,现在自己过去,只要被孤狼轻轻碰到,那么自己就死了。 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风天璇颤抖地站立,无助地看着自己的双手,深感无力。 另外一边站在原地的柳梁听到了风天璇的呼喊,他也很想睁开,双眼告诉。 风天璇自己没事,但现在的他就是特别特别地疲惫,一点都不想动,只想这么安静地站着。 前方的战斗气息依旧很重,柳梁虽然没有睁开双眼,但是他依旧能感知到了战况的激烈。 林素安身上的气息已经到达了顶峰,想要以此来拖住孤狼,让后面的柳梁使出关键的一招。 哄!林素安力有不逮,直接被孤狼俯身抓住了他的脚,然后砸向地面,发出巨响。 孤狼在砸了林素安之后,脸上并没有露出开心的表情,因为他发现自己胸口的那个洞依旧在流血,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这个对于他的体质来说很奇怪,要是普通的剑伤,那么这个伤口应该早就愈合了才对,可现在情况却不见好转。 这把剑,的确很强,孤狼对着从地上起身的林素安默然说道。 林素安用力地笑了一下,露出了他洁白的牙齿。 那可不,这神器等会儿还要削下你的头颅呢?听说你这些年可杀了我们不少人,我有几个相识都在你的爪下丢了命,今天要是把你干掉的话,以后我下地狱,他们会欢迎我的吧。 孤狼对于林素安说的地狱并没有什么感触,他也不相信这些,他所信任的只有自己的双爪罢了。 嗯,那可能会让你失望。 话音刚落,孤狼再次突袭,那个速度之快甚至都有点要撕裂空气的意思。 林素安到提忍东,准备发出致命一击。 他现在也不能完全依靠柳梁,毕竟柳梁的状态比他可是差上太多了,就算是有丹药的支持,柳梁也准备要倒下。 所以林素安能依靠的,是自己。 小狼仔,今天也就把你收了。 林素安瞪大了双眼,气息再一次攀升,这一战之后,假如他没死的话,起码也要在床上躺两个月。 孤狼依旧在冲刺,好像撞破林素安的身体一样。 可就在双方距离不到十米的时候,孤狼凭借惊人的转向,竟然是在林素安身旁绕了过去,然后直奔柳梁。 林素安面对孤狼的这一行为,竟然出现了一丝丝的愣神,然后才开始去阻拦孤狼。 可孤狼的状态和角力明显要比林素安好上太多,跟在后面的林素安只能提剑追着,却接触不到他。 柳梁。 林素安用出自己全部的力气,呐喊了一声。 柳梁也感知到了那股生与死之间的危机,于是他用尽全力睁开了双眼,然后直视孤狼。 在这个时候,孤狼的距离与柳梁只有不到五米了。 孤狼出发之前,上面的领导者就告诉过他,一定要注意这个少年,虽然他的实力看起来不值一提,但是倒在他手中的强者却是很多。 所以他这次也不打算轻敌,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存活那么久的原因。 孤狼的幼爪已经蓄力成功,他只需要轻轻出击,便能单手撕裂柳梁的身子。 风天玄那边也看到了这一幕,所以他立刻转头看向了自己的师傅。 秦老用余光瞥见了这一情况,可是陈梅也发现了那边厂商的情况,于是他更兴奋了,出手也更放肆一下,甚至不在乎真气的运用。 哼,你就别想着去救人了,乖乖看着吧。 陈梅冷笑着说道,心里惬意极了,你别得意,今天老夫就算是拼掉这条老命,也要将你永远留在这座山头之上。 秦老愤怒地说道,语气中充满决然。 陈梅有点害怕,因为他能听出这老头说的是真的,如果对方真的要把他留下来的话,那么还真是麻烦了。 这边的孤狼越来越靠近柳梁了,但是生物的本能却让他感受到了一丝危险,随着这股危险之意很轻微,但是却让他有点不舒服。 只是现在他距离柳梁那么近,放弃的话还要被身后的林苏安砍上一件,所以干脆一点把柳梁杀掉算了。 柳梁看着孤狼的眼睛,那是一双灰色的眼眸,里面有着死寂和狂暴之意。 这是一双让人看了都有点害怕的眼睛。 在这双眼睛的后面,是拿着忍东全力追赶上来的林苏安,他的脸上写满了着急。 不知道为何,柳梁反而在这种生与死之间感觉到了平静,甚至还微笑了起来。 他知道等下这一击无论成不成功,自己好像都要死了。 哎,好像有点舍不得这个人间呢。 柳梁在心里叹了一口气,想到了这句话。 这一瞬间里面,柳梁的脑海里像跑马灯一样,闪过了他从小到大的画面。 当时家里经常没有人,他就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屋子里面玩,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识钟离妹,所以当时的他是孤独的。 也是在那个时候起,柳梁决定要做一个惹人开心的小孩,这样以后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了。 这个想法,他保持了很多年,也确确实实地去做到了。 他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好朋友,这些人陪伴着他一起努力,一起成长,让他怀念不已。 而除了朋友之外,柳梁现在最想念的就是母亲了,也不知道马灵将他带到哪里去了,只希望是个安全的好地方吧。 那!柳梁自顾自地喊了一声,然后将自己的全部力气都击中到眼睛上,用尽全部精神器看向孤狼,死死地盯住他的双眸。 一瞬间,柳梁的双眼流下了鲜血,划过他的脸颊。 孤狼的身影已经到了柳梁身前,爪子已经探出去了。 在柳梁的这一眼下,孤狼感觉到了来到灵魂深处的疼痛感,这让他的整个身体停了下来。 凭借着这么多年忍受疼痛的经历,孤狼还是不服气地将爪子突破了过去,但随之而来的是头脑的进一步疼痛,甚至让他快要晕倒过去。 孤狼知道这些都是柳梁做的事,同时他也在心里面多了一丝后悔。 明明上级的任务是让他把柳梁带回去,但是他刚刚为了自己的安全,想要擅自把柳梁杀掉,现在看来,这个决定,错了。 柳梁看着面前的一切如慢动作一般发生在自己眼前,孤狼的右爪离自己的胸口只有不到五厘米的距离了,只要这个爪子插进来,他就会死。 在这个瞬间,柳梁低垂的手突然握住了口袋里的玉佩,然后用力一捏。 刹那间,一道浓郁的蒸汽从玉佩中散出,然后将柳梁的全身给包裹住了。 柳梁也是提前在心里想过这一个方法,所以才会那么快地用出来。 在感受到蒸汽覆盖的时候,柳梁想着附勒正给的这玩意,好像真的不错。 下一刻,孤狼的爪子进入这层蒸汽,然后穿透进来。 刷! 蒸汽还是被孤狼强大的爆发力给穿透了,只是他的爪子在准备到达柳梁的胸口的时候,威力已经减弱了许多许多。 最终,孤狼的右爪穿进了柳梁的胸口,将他里面的骨头给抓烂。 而孤狼本人也因为柳梁的这一眼给完全定住了身形,停止在了柳梁面前。 这一时刻林素安当然不会放过,在他看到孤狼身影停下的那一刻,他就知道柳梁的计划成功了。 可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问题,因为柳梁和孤狼的身影靠得太近了,林素安要是初见的话, 必然会伤到柳梁。短短的几分之一秒里,林素安已经做出了他的决策,他要把这一件给递出去。 给我死,林素安大喊了一句,然后将忍冬刺出,对准孤狼的右边心口。 柳梁在这最后时刻通过透视眼,知晓了林素安的想法,于是用力地挪动了一下位置,不让这一件刺穿自己的心脏。 咔!锋利至极的忍冬在进入孤狼身体里面的时候,还是被对方坚硬的骨落给阻挡了一下。 只是林素安的力量太过于强大了,孤狼自身的保护还是没能起到作用。 B!强大的剑势没能在一瞬间停下来,所以忍冬毫不意外地刺中了柳梁的正胸口,贯穿其中。 柳梁感受着胸口传来的双层疼痛,可是口里的鲜血已经喷不出来了,只能沿着嘴角留下。 出完这一剑的林素安,快速将忍冬收回来,这还是因为柳梁也被刺中的原因。 不然就以他的性格来说,在把长剑插进别人的心口之后,肯定要在里面搅动一番才好。 孤狼不愧是实力强大,他在忍冬被抽回的一瞬间就清醒了过来,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 他还想要对柳梁的身体造成二次伤害,但是林素安已经抓住了他的脖子,将他往后扯去。 孤狼的右爪硬生生地从柳梁的身体里面被拔出来,甚至将柳梁的一些碎骨也带了出来。 林素安单手抓住孤狼,然后将他扔到半空中,手里忍冬再次出手,将他的双脚给砍断了。 呼呼呼,孤狼无力地倒在地上,再不远处是他已经微微动作的双脚,这一次他是真的要死去了。 没了双脚还不算什么大问题,只是自己心口的那一个剑伤,注定了他活不了几分钟。 林素安做完这一切,连忙去扶住摇摇欲坠的柳梁。 现在柳梁几乎浑身浴血,身上都被鲜血给浸湿了,没有一处干的地方。 柳梁微微抖动着嘴唇,成,成功了。 嗯,成功了,现在只剩一件事,你不准死,一定不能死。 林素安坚定地看着柳梁的双眼说道,他现在特别地慌乱,生怕柳梁就这么闭上了眼睛。 风天玄的反应极快,他在看到孤狼被砍了之后,立马拿起地上柳梁的背包向他跑来。 虽然他也不知道这背包里面有什么,但是他还是想着要做一点事情。 我感觉好疼呀,我是不是在流血? 柳梁看着林素安的双眼,并没有低头去看自己的伤口。 林素安不忍地看了一眼柳梁的胸口,对着他摇了摇头,没有的是,你现在身体很好。 要保持住这个状态,千万不要睡过去,不然我喝了酒之后,谁给我买单啊。 柳梁苦笑了一声,可是我真的好困了,眼睛都要睁不开了,让我睡一会儿吧。 不行,我告诉你,你不准睡,没有我的允许,你绝对不准睡。 所以,林素安朝着柳梁大吼道,充满了愤怒。 就在这时,风天璇拿着背包跑到了,然后交给了林素安。 林素安扶着柳梁躺下,然后快速地查看背包里面的物品。 而风天璇则是快速拿出手机拨打电话,通知了自己的私人管家。 我命令你,救援直升机马上赶过来,全市的医院都要给我准备好,不然我兄弟要是死了,整个滨海市绝对没有安宁。 风天璇说完之后,立刻放下手机,跪坐在柳梁身边,握住他的手。 林素安翻看着背包里面的物品,虽然也有一些是治疗的药,但是林素安知道,这些普通的药根本就没有办法治疗这种伤。 在他将背包翻到最下面之后,看到了一个木盒。 这个木盒上面的木纹林素安很熟悉,因为这种相当于是苍云山的标志,所以他一眼就看出了这是苍云山藏宝阁出来的木盒。 虽然他不知道柳梁是怎么从藏宝阁里面拿到这个东西的,但是有就已经很好了。 而且这个木盒还不简单,林素安打开之后甚至不认识那朵白色的花有什么功效。 好在柳梁上次将那个介绍花朵的纸条放进了木盒里面,所以林素安一下子就浏览完了。 救命,失忆。 林素安喃喃自语了一句,然后看了一眼柳梁的胸口。 就目前柳梁的这种流血状态和受伤形式,他用真气根本就止不住。 而且柳梁在这之前还将身上的真气用到了底,身上也有不同规模的损伤,一般的治疗根本就没有办法。 不得已,林素安还是快速做出了决策。 他一把将九宝雪莲从木盒里面拿出来,然后放在手里面揉搓。 风天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也不懂这朵白色且有九个花瓣的花朵有什么用。 但是看着林素安的操作,他还是选择了相信。 毕竟现在救援力量也没有过来,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了。 风天玄皱着眉头看着这一切,直到林素安将木盒放到了地上,他才捡起来查看里面的纸条。 等到他看完纸条的内容之后,林素安已经将九宝雪莲揉碎塞进了柳梁的嘴里,然后用双手覆盖在柳梁的脸上。 林素安调动身上的真气,将九宝雪莲的药效逼近柳梁的食道,然后注入进身体里。 林素安作为元丹妻的强者,做出这一操作还是轻而易举的,所以也就短短的十数秒,柳梁便发出了咽口水的声音。 随着柳梁食道的蠕动,九宝雪莲最终被柳梁吞了下去。 风天玄期待地看着柳梁的脸庞,他发现柳梁的眉头终于舒缓了一些,就连胸口的两个大伤口也慢慢降低了流血,好像正在愈合一般。 只是这种愈合速度太慢了,一般人根本就看不出变化。 林素安对于这种救命的事还是比较有经验的,他一看就知道这个游戏了, 只是关于失忆的后遗症。 你看一下他,我去处理剩下的事。 林素安说完之后,便站起身来,将柳梁交给了风天玄。 风天玄对于接手倒是没有什么想法,只是他刚刚看到的纸条内容, 还是让他忍不住多问一句。 刚刚纸条上写的,可能会失忆,这是真的吗? 林素安停顿了一下身形,然后扯出一个难看的笑容,我也不知道,看天命了。 说完,林素安离开了,他要去到秦老那边,干掉那个爱事的女人。 而风天玄则是留在原地,一脸紧张地看着柳梁的脸旁,心里不断地为柳梁祈祷。 你一定不要失忆啊,我们还要做好兄弟呢,你忘记了我,那我该怎么办啊? 另外那边的陈梅,他在看到孤狼向柳梁出手之后,还是十分开心的。 只是等到孤狼突然停住了身形,然后被身后追上的林素安一剑刺穿心脏之后,他就再也笑不出来了。 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要是那个家伙解决掉了孤狼,肯定会马上来对付自己,自己会死在这里的。 所以,陈梅有点着急,他不想跟这个老头玩下去了,他现在只想跑。 只是秦老也一直关注着厂商的局势,所以他很了解现在的局势变化,陈梅想要逃跑,根本没门。 老头子,我们别打了,您谢谢吧。 陈梅抵挡了秦老两次攻击之后,迅速向后退去,但也只是退去而已,他并不敢全力往后退。 因为一个人生出了逃跑的心之后,整个人就很容易被杀。 你别想了,今天老夫不会死,但是你的命要没了。 秦老坚定地说着,他现在也很担心柳梁的情况,不知道柳梁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不管怎么说,柳梁都算是他的半个徒弟,而且他也是给予了柳梁很大的期望,当然不愿意他那么快死去了。 而且,那边躺着的不只是柳梁一个人,还有他的老友,公书明也在那里。 陈梅现在是真的有点烦恼了,他就以目前的状态,也只是勉强和这个老头打个平手,根本就很难有杀掉对方的机会。 而且这么拖下去的话,那个圆丹七忠敬的家伙赶过来,他也是个死。 求求你了,放了我吧,我以后都不来比海市了。 陈梅觉得硬得不行,就来点软的,希望对方把他给放了。 而在此时,林素安也朝这边赶过来了,陈梅着急到了极点。 秦老一言不发,他感知到了林素安的气息,只要他来,就没什么问题了。 陈梅也是干脆,他作为一个妇人,本来就放得开,现在他也跑也跑不掉,打也打不过。 于是干脆一屁股坐了下来,任由接下来的命运安排。 反正他一直都长得不好看,相信这些人对他也没有那个念头。 而且,就算有的话,好像他也不是很吃亏,至少死之前还可以爽一把,那还是挺不错的。 林素安来到之后,直接站到了陈梅面前,居高临下地问道,就一句,想活着吗? 陈梅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这世界上应该也只有死亡最可怕了吧。 至于他的那个亲人家属什么的,他都不是很在意。 想活着,我愿意把命交出来。 林素安很冷漠地应了一声,然后说道, 你的命以后就是柳梁的了,我会让人在你身上下一个结界。 如果你敢有一点点违背柳梁的意思,那么下场绝对比死亡还要痛苦,明白吗? 陈梅低下了头,她是真的认命了,只要能活着,就很好了。 就在这时,林素安一脚踢到了陈梅的头上,将她踢飞出去,撞到那个亭子才停下了。 妈的,老子问你话,你低着头不发一言是什么意思? 林素安对着亭子那边直接开口骂道, 要不是你个婆娘刚刚碍事,现在可能也没那么惨。 我。不杀你,那是因为你有点利用价值,不然老子肯定把你拖回影部,所有的酷刑都对你用上一遍。 陈梅这次是真的清楚了,她反抗,就会死。 远处的天边有着一排小黑点,那是直升机到来的情形。 救援终于到了。 风天璇看着到来的直升机,心里却没有多少兴奋的神情,因为这次的战斗,实在是太惨了。 她上山过来的时候,发现了几辆特警的车子被掀翻下了山,好像车子上还有不少的人。 这些人应该是柳梁这边的,只是他们回去的时候也不得顺利,最终逃离不了伤亡的结局。 他妈的,烦啊! 风天璇狠狠地抓了一把自己的头发,竟然扯掉下来一把,可想而知,他是用了多大的力气。 秦老来到自己的徒弟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会成长起来的,这段时间柳梁恐怕都不能在你身边了。 而你现在的经脉还差最后一道堵塞关卡,为师就陪着你一起先行度过吧。 不然以后恐怕你很难追上柳梁的背影了。 风天璇把这番话听进去了,眼神也变得坚定无比,他一定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实力,这样才不愧于自己的付出。 就在天上救援直升机过来的时候,更远处也飞过来了一批军绿色的直升机。 而且,这支来自军队的直升机队伍明显要快上不少,竟然比救援直升机到达的速度还要快。 军用直升机在风天璇的头顶上盘旋,这让他有点恼火。 这些军队的怎么来这么慢啊?妈的,黄花菜都凉了。 不远处的林素安也看到了这一奇怪的现象,按理来说,影步的是军队不会出面的才对。 这次军队竟然过来,实在是很诡异。 想到这里,林素安看了一眼躺在地上沉睡的柳梁,突然想到了什么一样。 军队上面的人很快就通过绳索下降,整个过程不到半分钟,一支装备精良的小队便到达了望川山的山顶。 为首的一位男子留着个寸头,脸上虽然强装着淡定,但是当他看到躺在地上的柳梁时,表情还是绷不住了。 四周警戒,跟影步配合。 男子下了命令之后,身后的队友们便迅速散开了。 这些队员也很奇怪,为什么平时队友都是好好脾气的状态,最多骂一下脏话,可现在却像变了个模样一般。 封天璇注意到了这个人,于是走过来到他面前。 你是?封天璇有点略带警惕地问道,因为他看到了对方眼里只有柳梁一人。 钟离妹猜测到这个应该是柳梁的朋友,因为对方一直离柳梁很近。 你好,我叫钟离妹,算是柳梁的半个大哥,他现在怎么样了? 钟离妹走近之后,观察到柳梁还有呼吸,他的胸口是起伏的,算是绷着的心也松了一些。 林素安一听,就知道这个人是谁了,因为当时柳梁跟他一起上山的时候,就没少提到他的这个大哥。 封天璇也听柳梁提起过这个人,而且看着对方脸上那种愧疚的表情,的确不像装出来的。 他情况很不好,受了很重的伤,你怎么不早点过来啊? 钟离妹蹲下身去,靠近柳梁的身子,看着他的脸庞,心里除了难受,还多了一份愤怒。 我,爱。 钟离妹最后还是没有解释,人在军队里面,有很多事情并不是他能够做主的,而且,就算想要去做,也得先得到上级的允许,批准。 林素安倒是稍微理解一些钟离妹的难处,于是摁住了他的肩膀,你们呀,都成长起来吧,不要让柳梁背负那么多了,就这小子身上所承担的,我有时候都觉得心疼。 说完,林素安便起身离开了,刚刚他给柳梁灌入了不少的真气,暂时稳定了他身体里面的情况,现在只能是等待救援力量地介入了。 风天玄站在一旁,他知道林素安这番话也是在对他说的。 兄弟,我叫风天玄,是柳梁很好的朋友,他跟我提了好多次你的存在。 风天玄也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身份,然后跟着一起蹲下。 嗯,挺好的呀。 钟离妹说话的时候一直在看着柳梁,他好久没有见到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了。 他看着柳梁下巴的胡子和渐渐棱角分明的脸庞,想着他也是长大了呀。 风天玄在这里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于是就把刚刚的情况大概地说了一下。 当钟离妹听到柳梁身为古丹妻巅峰镜,并且去对抗原丹妻的强者时,他还是大大震撼了一番。 没想到柳梁已经古丹妻巅峰镜了呀,真是太快了,我还想着靠我这古丹妻出镜的身份炫耀一下呢,现在看来是炫耀不了了。 钟离妹脸上挂着欣慰的笑容说道,他并没有因为柳梁的行为比他高而感到极度,相反,他是真的为柳梁而开心。 这次的战斗,真是激烈。是的,真是太惨了。 风天玄附和了一下,同时他也在不断打量着这个被柳梁认作大哥的人,对方身上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魅力,才会让柳梁这么去做。 钟离妹捋了一下柳梁的刘海,然后对风天玄说道,还能跟我多说一点柳梁的事吗?还有他家里的那些,我都想知道一些。 这个你等下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去的,甚至你还能去见一见他母亲,何姨肯定很高兴见到你。 风天玄想着能带钟离妹回去,让柳梁的母亲高兴一下。 钟离妹苦笑着摇了一下头,等到这里的场面清理结束,我就要随着队伍回去了。 风天玄一时无言,但是想到钟离妹毕竟是在军队里面,也就淡然了一些。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柳梁的情况,他要是没问题了,以后钟离妹什么时候回来都没事。 所以,风天玄在等待救援队伍下来的时候,大概地将他所知道的关于柳梁的事都简单地说了一下。 钟离妹全程都听得很认真,就好像是在上课一样。 反正只要是关于柳梁的一切,他都想知道,他想知道自己这个弟弟过的。 好不好,有没有被人欺负? 不多时候,救援人员还是抬着担架来到了,这也是钟离妹和柳梁分别的时刻。 钟离妹主动伸手抱起了柳梁,然后轻轻地将她放在了担架上。 柳梁,你一定要好好的,等我回来。 安静躺在担架上的柳梁,在这句话说完之后,急急般地动了一下食指,好像是在回应那般。 风天玄和钟离妹看着这一微小的动作,笑了。 柳梁在承受了孤郎那沉重的一击之后,便感觉全身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再也没有了一点力气。 那时候的她只感觉眼皮子很重,根本就睁不开眼,只想浑浑睡去。 在她的脑海里,师父留下来的那股金色气息一直在她的身体里面不断游走,帮助她修补身上的伤口。 但是这次受伤太过于严重,这股金色气息毕竟不是巅峰时期的状态,所以对于这种情况还是有心无力。 柳梁闭上了双眼之后,就连听觉也没有了。 她的意识陷入了一片混沌,在这一混沌中,她什么都看不见,也什么都听不见。 只是她还是能通过眼睛内湿到自己胸口的情况,那个可怕的狼爪就差一丝丝就触碰到了她的心脏。 所以,这也是她为什么还能存在意识的原因。 柳梁知道林素安那一件必然是成功了的,而对方现在也肯定是守在自己的身边,正在为她想办法。 她也很想喊一下,问一句,但是她根本就出不了声,只能这么等待着。 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她感知到了自己的嘴巴被掰开了,然后塞进来了一团带点良意的物品。 柳梁猜测到这个可能是给自己治疗的药,于是便配合着外力完成了治疗。 等到那团莫名的药进入自己的身体之后,她便感受到了那股暖意,正在她全身发散开来。 而在她身体里面游走的金色气息,也像酒汉逢甘霖一般,变得欢快起来。 柳梁有点开心,因为这个药效实在是太强大了。 没一会儿,她就感觉自己的心跳在慢慢地稳定下来,好像只要时间足够,她就能够慢慢恢复一般。 可就在药效散开没多久之后,她便感觉自己的脑子再次昏沉起来,好像有什么在扰乱她的记忆。 不是吧,难道这个要是酒保莲花? 柳梁想了一下,最终还是抵抗不住那个晕眩,开始接受了这份未知。 可就在她即将要真正昏迷过去的时候,她听到了钟离妹的声音,和当年她带自己去玩一样,那个声音是那么地肯定,那么地让她向往。 所以她使出了最后的力气,动了一下自己的手指头,她相信这样子钟离妹一定就会知道了。 做完这个后,柳梁还是睡过去了。 两个月后,苍云山上,丹草堂的二楼里面,一个留着长发的男子正泡在大号的浴桶里面,这里面装了很多乌黑的药水。 在这个房间内还安置了一张床,上面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 而这张床的主人是一位美丽的女子,她正坐在药桶,闭眼明想着。 偶尔,她也会睁开双眼,看一下她的一中人,一直昏迷不醒的柳梁。 这幅场景对于她而已,已经算是习惯了。 当时柳梁被送到山上的时候,她看到柳梁的伤势,差点就掉下了眼泪。 随着后面的治疗开始,她的心也没有放下来,毕竟柳梁一天不行,她就一天不能真正地放下心来。 其实她每天也有不少的功课要完成,但是师傅却很大方地让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好,这样反而是水到渠成一些。 于是,廖水斌听从了师傅陈道生的意思,每天除了必要的外出之后,便是待在这个充满药味的房间里面。 大夫也曾经提过要给廖水斌制作一些香包,用来驱散一下房间的药味,可是都被她给拒绝了。 没事,柳梁承受得比我多多了,我可以的。 自此之后,大夫除了定期来看一下柳梁的情况外,便把一些注意事项告诉了廖水斌,让她去操作完成。 廖水斌并没有一句怨言,很听说的一直听从了下来。 这一做,便是一个多月的时间。 在这期间,小师叔也带过一名女子来到山上,她听了介绍之后才知道对方竟然是柳梁的母亲。 当时的她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只是对方带她很是温柔,对她说了很多。 感激的话,廖水斌心里也是开心了一下下,然后便更加期待柳梁地苏醒了。 你已经睡了好多天了,要是你醒过来的话,是不是就好久都不用睡觉了呀? 距离你母亲上次离开之后,已经过了二十五天了,她是不是准备就要来了呀? 我这次该做些什么,让她开心呢? 现在准备也要接近新年了哦,你要是醒了,我们就一起过年吧。 我想你了。 每天廖水斌在空闲的时候,都会去和柳梁说说话,这也是大夫给她交代的。 但是这一举措,还真说不好是为谁而准备的。 可能大夫也害怕廖水斌一直待在这个房间里面不出去,要憋出病来。 所以想通过这个方法,让她多说说话,调整一下每天的状态。 廖水斌从椅子上起身,然后来到窗边,打开了二楼的窗户。 一片矮矮白雪的场景出现在她的眼前,这是山上又下大雪了,给大地都铺上了一层洁白的棉絮。 略带冷铃的空气,裹挟着雪花朝二楼窗户吹来,廖水斌感受了一下外面的清新空气。 虽然这段时日,她待在屋子里面已经有点习惯了那股药味,但是外面的清新空气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这种带点雪的天气,她从小就很喜欢。 打开了一下子窗户后,从外面飘进了不少的雪花,它们落在窗台上,甚至稍稍浸湿了一点木质窗坎。 廖水斌突然想起身后还有柳梁泡在药桶里面呢,等下冷空气吹到它就不好了。 于是廖水斌转身看去,想要看看柳梁的情况怎么样。 但是这一转身,她却发现柳梁光着身子站在了她的面前,眼神里充满着迷茫和畏惧。 冷。柳梁简单的一个字将廖水斌拉回了现实。 廖水斌连忙关上窗户,然后手忙脚乱地去拿了一块干净的毛巾,帮助柳。 梁擦是身上残留的药水。 而柳梁整个过程都很听话,让抬手就抬手,一句话都没有说。 廖水斌的嘴巴开始微微颤抖起来,但是她拿着毛巾的那只手却尽力稳定下来, 不让柳梁感受到她的慌乱。 陪伴柳梁那么久,她当然知道柳梁当初是服用了什么药物,也很清楚那个药物的副作用是什么。 擦完身子后,柳梁呆呆地站在原地,不知道她要做些什么,但是她记得要对别人说谢谢,于是她就朝这个大姐姐说了一句。 谢谢你。 廖水斌听着这句话,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柳梁她,真的失忆了。 你不记得我是谁了吗? 廖水斌不死心地再次问了一下,她期待着柳梁突然笑出声来,然后跟她说这只是一个玩笑,然后她会拥抱自己。 但是站着的柳梁却摇了摇头,不记得。 廖水斌的心一下子就僵住了,可现在柳梁苏醒了,已经很好了。 没事,我叫廖水斌,是你的,好朋友。 廖水斌还是没能说出七字二字,毕竟他们现在还没有成婚,所以不能这么地随便。 说完,廖水斌去找好了衣服,然后给柳梁穿上。 柳梁对于廖水斌的这个回答,好像陷入了思索,嘴里不停地在念叨着,廖水斌,朋友。 廖水斌还是很紧张,他很少有那么紧张的时刻。 可最后,柳梁却用力地摇了摇头,他是真的想不起来了。 廖水斌帮助柳梁穿上衣服,遮挡住了胸口上那猙獰的伤口。 要是一般人看到了这个伤口,一定会震撼于这个受伤的人,是怎么能够在这种伤势之下存活下来。 可柳梁就做到了,这不是外力作用的影响,也有他自身的求生意识的帮助。 行了,我带你去玩吧。 廖水斌帮柳梁整理好衣服之后,摸了摸他的头说道。 果不其然,柳梁在听到能去玩话,立刻表露出开心的模样,看来他也很想接触外面的世界。 廖水斌在带出去之前,还给他穿上了一双自己缝制的棉鞋,用了这个。 鞋子,在外面就不会冷了。 姐姐,这里是哪里啊? 柳梁在穿鞋的时候,不禁对廖水斌问道。 这里是苍云山呀,有很好看的景色哦,等下姐姐给你煮点好吃的,和你一起吃。 廖水斌给柳梁穿好鞋后,拉着他站了起来。 苍云山啊,好熟悉的名字。 柳梁歪着头想了一会儿,然后没想出什么结果,便要去打开门跑出去。 就在这时,门先自己打开了,大夫站在门口。 柳梁和大夫迎面遇上,两人都在打量着对方。 最终还是大夫先让步了。 他叹了一口气,摸了摸柳梁的头,孩子,等下去好好玩吧。 下雪天可以堆雪人。 柳梁重重地点了一下头,谢谢伯伯。 说完,柳梁回头看向廖水斌,目光里满是询问。 廖水斌看了一下大夫,大夫点点头,然后把门口让了出来。 来了。 廖水斌说了一句后,便跟上了柳梁的脚步,和他一起离开了。 在柳梁二人离开之后,孔庆手里拿着一本书上到了二楼,看到了正在思考的师傅。 师傅,这个失忆,没有药物可以治疗吗? 大夫摇了摇头,要是因为撞击或者外力作用造成的,还可以通过吃药弥补一下。 但是柳梁的情况很突然,九宝雪莲是一种很神奇的药,它的存在就是希望消除烦恼。 而想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忘记以前的一切。 孔庆嗷了一声,然后看着柳梁离去的背影,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另外一遍,在柳梁离开丹药堂之后,他便进入了漫天白雪之中,兴奋地看着这个神奇的东西。 冷,好看,好棒。 柳梁有点语絮不清地说着话,昂着头迎接着这场大雪。 廖水兵一直默默地跟在柳梁身后,适时提醒他一下,帮助照顾他的安全。 这一幕也令丹草堂附近的不少苍云山弟子看到了。 他们在山上那么久,当然也知道一点其中的那幕,于是一个两个的便幸灾乐祸起来。 毕竟以前柳梁一个人就把他们全部弟子压得那么惨。 山上的消息流通得很快,不一会儿柳梁失去记忆,并且变得跟个小孩子一样的消息便传遍了整座苍云山。 而后也多了不少人前来围观,其中就有当时柳梁的死对头,卢云梦等人。 只是现在的卢云梦自从上次败在柳梁手里之后,整个人便主动收敛了许多,变得默默无闻起来,不再像以前那般充当山头的领导者。 这次他过来也只是看一下柳梁的变化而已,除此之外便没了别的心思。 可卢云梦没有,不代表别人没有。 这其中,杜曼就算是反应最强烈的那一个,他不停地怂恿着同伴们,打算再次对柳梁出手,好好教训一下这个让他们丢脸的人。 卢云梦看着这一幕,只是微微皱了一下眉头,但是却不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来他是不打算窗户禁这种事。 跟在卢云梦身旁的讲号也是了解他的想法,于是让亲近一些的朋友们也不要动手,全部往后退去。 卢云梦看了一眼那个跟在柳梁身后的身影,眼神里面依旧有爱慕,但是却没有那么强烈了。 他知道现在的料水冰肯定很难过,如果有人敢去挑衅的话,那么下场一定好不到那里去。 杜曼还在不停地说着话,企图让更多的人相应他的计划。 就那个柳梁,现在跟个小孩子一样,虽然他还有实力,但是用不出来的。 只要我们趁着料水冰不在,稍微教训一下他,那也说得过去吧。 大不了后面被发现之后,我们就被惩罚一下,可是我们人多,有什么关系呢? 杜曼的滔滔不绝,的确打动了不少人,毕竟这些人里面有不少还是喜欢杜曼的,因为他们的料尸姐已经没有希望了,所以就把目光放到了身材火热的杜曼身上。 他,突然起来的一只手,将正在说话的杜曼抽了一个大嘴巴子,将他给抽到。 那雪地上,大家反应过来一看,这才发现是进入古丹期高境的思平,他的左手还拿着从藏宝阁带出来的蛮通。 这件事情到此结束,有谁想找麻烦的话,我奉陪到底。 说完,思平便想着柳梁那边走过去了,留下木凳口呆的大家和倒在地上的杜曼。 杜曼的眼神凌厉地能杀人,他竟然在那么多人面前被羞辱了, 这让他怎么能够接受? 我,我不会放过你的,柳梁。 杜曼在心里恶狠狠地说了一句,然后站起身来,直接离开了这里。 经过思平这么一出手,还有不少对柳梁有想法的人也默默地离开了。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思平的修炼水平一直是水涨船高, 他从古丹期中静提升到古丹期高静也就用了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而已。 这个速度甚至比当年廖水兵还要快上一些。 在这苍云山上,虽说实力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 但是这至少会让别人更重视你一些。 思平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例子, 有实力,被重视。 要必解好。 思平来到柳梁身边, 然后和廖水兵打了个招呼。 嗯,刚刚没什么事吧, 廖水兵回应了一下, 刚刚人群聚集, 他大概猜到发生了些什么。 思平挠了挠后脑勺, 没什么事, 我已经出面去说了, 如果还有谁不开眼的话, 我不介意让他尝一下蛮通的滋味。 说着, 思平拍了拍自己的好友, 蛮通。 要知道他能够得到这把箭, 绝大的原因还是因为身边这个已经失忆的少年, 他也在一脸好奇地打量着自己。 而思平不断地在告诉自己, 他一定不能够忘本, 柳梁当时是实实在在对他好的人, 现在自己也要尽力去做出自己的贡献, 为了他。 你可以不用出面的, 我来就好了。 廖水兵平静地说道, 其实他的情绪这和卢云梦的猜想得差不多, 现在的他处于一种生气的状态下, 如果真的有人不开眼, 想要撞上来, 那他会出手的。 思平摇了摇头, 没事的, 柳梁也是我的朋友, 只是我的实力太弱了, 帮不上什么大忙。 廖水兵没有说话, 他只是痴痴地望着重新回去玩雪的柳梁。 柳梁玩雪的方式也很特别, 虽然他现在失忆了, 但是一身修为底子还在。 这种大雪天对于他来说, 根本算不得什么。 而且, 经过这段时间的药水浸泡, 他的身体坚硬强度更上一层楼, 一般的古丹妻都拿他没有办法。 哇, 可以堆高起来吗? 柳梁朝着那个漂亮的大姐姐问道, 他能够感应得到, 他是个好人, 所以自己信任他。 可以呀, 我来和你一起堆。 廖水兵甜甜地笑了一下, 然后靠近柳梁蹲下身子去, 和他一起堆雪人。 丝平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 说不算是假的, 毕竟谁不想一个好看, 实力强大且听话的道理呢, 只是师姐不属于他罢了。 最后, 丝平在一旁观看了一会儿, 然后便借口要复习功课, 离开了。 就在柳梁走出丹药堂的时候, 山顶之上的殿堂里面, 走出来一人, 迎着白雪风絮, 来到崖边。 此人正是修为强大的陈道生。 陈道生知道下面发生的情况, 但是想要看见还是做不到的, 所以他掏出了一个镜子法器, 意念一动便看到了在雪地中玩耍的柳梁。 是福, 还是祸呢? 陈道生喃喃自语了一句, 然后掏出手机给师弟林素安打了个视频电话。 好在这山顶的信号不错, 对方也很快接通了。 林素安那边还处于小型战斗之中, 面对的人是魔族的修炼者, 但是实力不强, 也就古丹期水平, 不然他自己也没大胆到赶这个时候接电话。 陈道生先是告诉师弟柳梁苏醒过来的信息, 而且身体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林素安刚想高兴, 突然又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师兄, 我都知道的, 这个世界没那么多好事, 柳梁不能全部都占了。 世道轮回啊, 命运相惜。 陈道生感叹了一句, 然后和林素安商量起了后续的事。 并且续冘优独的事。